不敌债务压力 底特律终究宣告破产 相形之下 中国地方债的问题更显得沉重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上任后 由于对地方债务的担忧 已经要求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工作组到各地调查 而审计署上报国务院中国地方债务的最新数据 也已经上报了将近50天 中共却迟迟没有对外公布 引发国内外专家和机构的高度关注 外界质疑是不是审计署最新公布的地方债务金额太大 让中共高层不知所措 11月20号 中共审计署向国务院汇报了地方债务的最新规模 对于刚刚出入的数字 社会各界包括外国金融机构都颇为期待 但是直到今日 审计署也没有向外界公布结果 引起各界广泛猜测 11月中旬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向中共财政部金融司商讨地方债问题 11月30日 中共官媒新华网发表文章声称 地方债测算的两个主要部门 财政部和审计署 一直以来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 测算结果也存在差异 统计结果还没有确定 难以公布 我想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话 中共也不害怕公布 不是很危险的话 中共甚至就不会派工作组下去调查 如果公布出来 这20万亿甚至更多 会产生非常大的恐慌 如果都不公布的话 显然面临着国内外巨大的压力 人们都在问他为什么不公布 公布一个虚假的数字的话 等于把他自己跟他前任 造假捆绑在了一起 今年初在社科院举办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讨会上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一辉估计 目前中国的地方债务黑洞已经突破20万亿元 大陆财新网10月16号报导 渣打银行发布研究报告 预计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可能超过24万亿元 而12月3号 中国财经网引述国家资讯中心经济预测部 首席经济师祝宝梁的话说 他所在的机构通过测算显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约为20万亿 20万亿也好24万亿也好 都占到了GDP的一半 就是说产生出100块钱的价值 50块钱这个债务是不算数的 那就是说中国的民众 他的努力产生出来的价值去还债了 让中共可以用了 这个政党和这个政府所有的数据都是保密的 很难确定他的地方债务到底是多少 我们只能从某些资金市场去推测 前一段时间银行的钱还 也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各级地方政府对自己的债务多少 估计他们能搞得清 至于中央能不能搞得清 我都表示怀疑 经济学家或者有关金融专家 他们能不能搞得清 我也表示怀疑 审计署上一次公布全国地方债务数据 是2011年6月 审计结果显示 截至2010年底 全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 10万7千亿人民币 就在当时 审计署公布数据10天后 穆迪便发表报告指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 可能比审计估计的数字 多出3万5千亿 地方政府很多借债 都是从银行贷款出来的 如果地方在发生了债务违约 那银行就产生了坏账 几十万亿的贷账 会让整个银行系统 可能就是崩溃的状态 中国民众的钱 成银行现在都不安全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一旦中国经济出现下行 地方政府的高债务 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隐患 最后引发债务危机 新唐人记者刘慧 陈建民财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来自私的赌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